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韩国语记忆里之后,上月三十日在YouTube频道直播时 透露了被聚会善起诉的判决结果 也间接证实了安在贤外遇,乃子虚无有 安在贤和聚会善2016年结婚 2020年7月时经过今年的协议正式离婚 去年5月,韩网上论坛出现了一篇剧戏是演员A某写的陈述书 其中提到A某在2018年12月电视剧 《爱上变身情人》制作期间 与某餐厅目睹了安在贤与一位女性亲密接触 手拉手去了其他房间 还在杀青宴结束时看到安在贤与该名女性凌晨前往其他建筑 但李正浩对这幅文件的整尾表示质疑 李正浩当时po影片称该文件没有签字印章 格式不合规范,缺乏可信性 歇路意图也令人怀疑 最重要的是跟A某求证后A某表示没有写过这份陈述书 据好聚会善方面表示 网上泄露的陈述书是与聚会善本人持有的原文内容一致 A某是作为聚会善的朋友 是帮助他打官司而出面作证 因为李正浩质疑文件真实性 聚会善方还对他提出 诉讼理由是散播虚假内容损害名誉 经过一年六个月的调查 检方最终判定李正浩的影片 不包含虚假内容或诽谤目的 既没有嫌疑不予起诉 也证实了那份陈叔叔实为假造 李正浩在爱直播中与律师通话 律师表示 聚会善称 但是听了A某的话之后 戴维写下陈叔叔经过A某确认 但A某多次表示没有这回事 线路途径也很难解释 既然聚会善称 只有自己持有原本 难道有人偷偷潜入聚会善家中 打开计算机 投走文件并发在网上 我要纷纷留言 按在线好可怜 据公司操纵理论好可怕 既然已经证实 陈叔叔是伪赠 希望不要再有人去骂安在贤了 安在贤一定压力很大 大家早知道 得有说谎证吧 恭喜记证 聚会善此举真是 投机不成18米 本想和韩国知名博主 打官司维护自己的名誉 没有想到 官司不仅被韩国检方驳回 而且还引起大连韩国网友质疑 诬陷潜伏 安在贤万语 说起安在贤与聚会善离婚一事 可以说是安国娱乐圈的明星夫妻 这几年最不体面的分手 不仅让安在贤背上了渣男的名声 也让聚会善获得了恐怖情人的称号 回看一下聚会善和安在贤一事 先是由聚会善爆料安在贤 变形想离婚 哭诉自己想守护家庭 并爆料安在贤不仅当着当面 放另类动作片 还以他没有一对性感的乳房 要求离婚 引起韩国网一面导向支持聚会善 并大骂安在贤是渣男 而在聚会善不断发文爆料安在贤的不是 安在贤也加入了舆论战 经过第一射晒出了不少聊天记录和证据 证实女方控制欲强 误陷男方出轨等等 让一边倒的情况得到了改善 大量网友开始同情安在贤的遭遇 不过至此 聚会善还不愿离婚 逼得安在贤正式提出离婚诉讼 终于在事发后一年 正式结束了两人不怎么美好的婚姻 而在这不体面的分手过程中 聚会善和安在贤可以说是两败俱伤 形象全部都得到了重创 而此时随着聚会善状告李某 诽谤一案的落败 安在贤的以往污点或许可以得到成绩 但是对于聚会善来说 这可能彻底封死他以后的演绎之路 2015年2月 安在贤和聚会善银牌是不落的职员 稀碎又不怎么样 却拯救了一对才子家人 也算是功德圆满 2016年5月 两人走进了婚姻殿堂 理由是太喜欢了 想要立刻结婚 结婚的时候 安在贤准备了以后北乡的鲜花 记录下了聚会善那一低头的温柔 水莲花般不胜两风的娇羞 两人的婚礼一切从见不对外公开 婚礼的费用全部捐献给病房儿童 不仅让人感叹 又善良又低调 这大概是爱情最好的模样了吧 2017年初 两人出药了罗皮弟的综艺新婚日记 虽然只是记录日常 却狂洒狗粮献杀旁人 聚会善在节目中说 姐姐34岁了 对什么都不会再心动了 你是我最后一次心动 听到此话的安在贤一脸甜蜜 安在贤也在其他场合中 巨大人总是刮在嘴边 俨然一个好丈夫人设 假扮粉丝突袭聚会善的前售活动 上演因素摸头杀 却是给了聚会善一个大大的惊醒 当聚会善爆出安在贤的事情之后 往我们为安在贤和聚会善的婚姻 感到惋惜的同时 也对安在贤的行为表示不愤 那个昔日总把聚大人放在心肩上的男人 竟然说变就变 甚至嫌弃妻子的乳头 相信每一个女性都难以忍受 有话还爆出了安在贤生日当天 俨会善辛苦一夜煲了萝卜汤 安在贤却为何一口 和几个女性有人一起出去亲生 这就成功的将大众情绪 引到了那个呼之欲出的方向了 就当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时候 俨会善一次又一次的操作 让吃瓜群中表示越来越看不懂了 俨会善先是公开了和安在贤的结婚条约 罗列了N条对安在贤的制约 比如脏衣服不能乱放 吃剩下的食物要及时清理 12点之前必须回家 不能背后说他人的闲话 面对俨会善的要求是无 这个条约看似非常不公平 虽然这也只是热恋中的情侣 调情的佐料 没有什么可潮的 但由此可以看出 女方对男方是有很多要求的 而女方之所以把这个条约公之于众 是因为她认为这很合理 但男方没有做到 接着俨会善要爆出了安在贤有了万语 并直指万语对象是安在贤正在合作的女演员 虽不指名道姓 但是必牵扯到其他无辜的女演员 比如吴连旭 最后被逼的吴连旭和金色奇采用法律手段 经过查明安在贤确实没有出轨 俱会善在撒谎 面对纷纷扰扰安在贤一方开始了反击 地上也曝光了大脸安在贤 与俱会善结婚两年间的短信内容 原来安在贤婚后便得了抑郁症 他愿意两套房子和60万人民币换取自由 本来俱会善是同意的但又变卦 要求俱会善的婚前房产 理由是变新的人 理应近身出户 他也解释到所谓女性有人情深 是在喝了俱会善的喽破汤之后 去片场和同事一起聚餐 出轨说更是子虚无有 家务也做 并不像俱会善所描述的那样不做家务 从两个人对话中可以看出 俱会善具有娇强的控制欲 很没有安全感 很快俱会善的控制欲上了热搜 娱乐微妙的反正了 有网友说 俱会善把一手好牌打烂了 原本是站在上风 却阴生生的把话语圈让给了对方 然而安在贤发文之后 俱会善再次火足发文反击他 对于安在贤否认与多名女子密切联系 俱会善表示自己是亲眼所见和听到 并且指自己比安在贤嫌得抑郁症 安在贤看的一声还是自己介绍的 此外俱会善还在透露 结婚后家中家务全部都是自己百分百一个人干的 俱会善说的那些话 安在贤真的很委屈 俱会善透过社交平台单方面公开 夫妻两个的咖喀talk对话内容 正在准备完整的对话 这个礼拜会进行 但安在贤经济公司方面这次则不愿意参与其中 表示安在贤的律师是自己委托的 经济公司方面没有什么好回应的 不过不到一个小时之内 俱会善又再次通过硬死反击安在贤 删了一张血红色的照片 配文并反击道 我不用卡扣talk 别白费力气 你这个背叛者 除此之外 据汉国媒体报道 安在贤与俱会善离婚 甚至照朋友帮忙 向银行贷款进了一亿海源 58.67万人民币 而根据安在贤的朋友透露 俱安在贤原话 俱会善说要离婚的同时也失去了工作 所以要求了协议金 协议金包含了当初 婚礼典礼上捐出去的上千万海源 所以他需要紧急借款 这样看来 原来俱会善并不单纯的要求离婚 还为了得到上映的赔偿金 现在事情水落石出 安在贤算是成员得选 这个赔偿金是否还出还是未知数 其实俱会善和安在贤 两个人从甜蜜走向破裂 之所以是谁的错 在我看来 很多时候没有一个独特的解释 因为很多时候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很有可能两个人在感情中都会有过错 而面对两个人的过错 或许两个人都没有独特的解决方法 从而影响了两个人的感情发展 当两个人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时 也很有可能会让两个人的感情出现裂缝 从而导致两个人回应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